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由美国英龙传媒环球东方卫视重磅推出的 索菲的朋友圈8月18日即将震撼上线 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 执行副总裁苏林舒婷 希克文纳市市长罗伊·姜森 希克文纳市副市长托尼吴 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王爱玲 华人社团联合会执行李市长赵玲 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会长李英 等贵宾出席发布会 英龙传媒执行副总裁苏林舒婷女士 给到场嘉宾颁发了感谢状 我相信生活是美好的 通过这个栏目我要宣传 我要积极地推出大家那种正面的 热爱生活的心情 然后我希望能够把我身边发生的一些 值得我们学习的故事 和值得我们学习的榜牙来介绍给大家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走进Sophie的朋友去 这档节目旨在创造新颖的叙事风格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由戏曲曲艺名家索菲将朋友圈里的故事 微微道来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 新节目索菲的朋友圈 播出形式上不仅限于电视媒体 还将在互联网上播出力求新的尝试 索菲也将发挥起歌唱音乐方面的才华 为文化传播做更多贡献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节目 无论在电视还是在通过互联网和自媒体 都会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多有趣的 或者是有意义的一种心灵的体验 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节目的开播 凤凰卫视钱李涛洛杉矶报道